呼的这样眼睛炯炯有神的 这么一个你来嘛 你来了我就咬你 他的这个体质啊 逐渐的在恢复 所以呢 从这样旧父来讲呢 应该就说 我们如果是说起了多大作用的话呢 一个就是心细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说权号 你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中朝药 经过一段时间 蟒蛇在逐步的恢复 身体也可以活动了 甚至都开始有攻击人的欲望 就在大家看到蟒蛇 有被救活的一线希望时 黄文青在治疗中 又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这让所有在场的人 又都开始紧张起来 我们发现了一个 让人呢 很 很害怕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他的吼腔里边呢 打开他吼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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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层黏膜 而且的话呢 就像那个原来烂的肉啊 都在 都在吼腔里边 嗯 那你知道 蛇内呢 有两个问题 应该说的话是很 很致命的 一个是肺炎 一个口角炎 一个吼腔炎 嗯 所以这两个病 一旦有 他都有了 他都有 那么 我们看到他有吼腔炎以后 我们先不去动他的吼腔 好 我们关胃完了以后 让他休息几个小时 然后我们配好药 好 我们清洗他的吼腔 我们治疗 蚌蛇 吼腔的话 我们要隔到一两天 嗯 因为吼腔嘛 你不能随时打开他 黄文青将一些 治疗口腔疾病的药物 磨成本磨 倒入蚌蛇的口中 来治疗他的口腔炎 并且每六小时 就要重复一次 可是一个星期的治疗 蚌蛇的口腔炎 并没有多少好转 情况再次变得不可预测 通过观察 黄文青和专家组认为 之所以口腔炎的治疗效果不佳 是因为蚌蛇还不能进食 所以自身的抵抗力 无法恢复 要让治疗有效果 就必须要让蚌蛇进食 然而 要让患口腔炎的蚌蛇吃东西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呢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采取了营养疗 营养疗 喂食 你喂食 你不能去喂一些 比如说老鼠啊 兔子啊 是不是啊 因为它本身 它的这个胃啊 已经遭到了破坏 肯定是有炎症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这个 一定要喂一些 这个流质性的食物 但是同时 你要加带一些 中草药力在里面 它需要消化的东西 必须就是说 很容易消化的 你比如说 我们在官位的时候 你要加一些 很容易消化的 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